大家好 我是隋岸和 今天继续说中国人的生活 尤其是武汉肺炎时代的中国人的生活 我们以前读过一本小说 这个叫做《霍兰时期的爱情》 这个是一本非常棒的小说 每次读完以后就觉得 人类社会的荒诞 人类社会的灾难与人性深处的那些欲望 还有那些人性的光芒 人性的爱 它搅和在一起 构成一个非常丰富的 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世界 那么看我们今天的中国武汉 或者说看我们今天的中国 事实上也构成一种丰富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叫做 这个武汉肺炎时代的中国人的生活 所以这几天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一些令人伤心的画面 首先是在武汉我们看到一个 看上去长得有点胖乎乎的这么一个女人 从网上所了解的信息呢 是应该他被怀疑是疑似的病例 然后呢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就上他们家门 然后呢要把他隔离 把他带走 去这个武汉的一个名叫方苍的地方去隔离 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收治疑似病人 甚至是确诊病人的这么一个临时建起来的一个 姑且称之为它是一个医院吧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 这方苍里面它是类似于桶铺 一大堆人一个床挨着一个床的 所以这个大跃动不用这个去动脑筋 简单想想就知道 那里面人一进去 你没病的一定会感染上病 毫无疑问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 无论是这个切尔罗布利 核电站的和西罗瓦 还是过去的一些这个流感 大瘟疫出现的时候 死人死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这种把所有的病人收治在一起 然后住在一起那种大桶铺 我们也都知道 最近在这个日本有一个豪华的游轮 在海上漂流 本来那个地方刚开始只是检测出了 一个人被确诊是有武汉肺炎 但是现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后 那个船上已经有130个人被确诊 那就是一个人的感染 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之内 已经感染上了130个人 这样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游轮它是完全封闭的这么一个小环境 那我们所说的方舱啊 这种大桶铺 那感染起来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几乎你只要人一进去就没有活着出来的可能性 加上这个中国这种医疗条件 医疗的水平都非常的差 所以这样的一个看上去很胖的女人 她住在一个很高的这个高楼上面 她不愿意去不愿意被收治 不愿意进这个方舱 我想是基于她的一个理性的判断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时候政府的人又在敲门 他怎么办呢 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错误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就是他要这个从自己的窗户往下爬 爬到这个他楼下的一个房子里面 他的一个邻居躲起来 在爬的过程中 他那么胖 他也没有任何安全的措施 而且他也不想让人知道 他躲在楼下了 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 比如说腰里没有系一个绳子 没有也没有说这个一个安全带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往下爬 爬这样体重 要往这么二三十层楼的楼高 往下爬出了恐慌 还出了自身的重量 还出了他完全没有任何攀爬的 基础的训练 他必然要从这个二十几层的楼 就这么活活的摔下去 摔成了一 都不好在这里使用什么名词 就这样的一个鲜活的人 就从二十多层的高楼上面摔下去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此时此刻的生活 那就是我们的乡亲 就是我们的邻居 就是苦民的中国人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我看到 有一个这个 六十多岁的脑人 然后呢 被收治了也是 还不是被收治了 说是在网上 这个在微信里面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被警察被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就带进派出所就拘留了五天 在五天里面他就做一件事情 这个每一天抄写一百遍 一句话就是我再也不传播谣言 每天抄写一百遍 这一个将近七十岁的六十多岁的一个脑人 他深感自己的人性啊 人格 受到一种巨大的屈辱 所以五天以后 他出来以后 他什么话也没说 我一个人拿着一个绳子啊 跑到这个马路边上的一棵这个古老的树上 自己悬梁就自尽了 或者悬树自尽 然后呢所有的人都看见这样的一个苍老的人 脖子上套着一个绳子 悬挂在路边 我想这就是此时此刻中国人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苦命的中国人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妇女 坐在一个高高的阳台上面 光着两个脚 在那里呼喊 自己的丈夫已经病如膏肓 希望有人来救他们 那样的一个非常的绝望的声音 那样的一个非常孤独的这么一个人 在这个阳台上的呼喊的样子 他的声音飘荡在空狂的武汉的大街 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绝望孤独无助 真的是生不如死 这就是此时此刻中国人的生活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有很多另外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方舱之类 那些住筒铺的正在被医治的那些疑似病例 和已经确诊的病人在那里唱歌跳舞 那唱的是什么歌呢 是这个我和我的祖国 这不是今年又这个王飞唱出来最流行的一个脑歌吗 我和我的祖国在方舱里面唱响红歌 在跳什么呢 当然是跳广场舞 那伴奏的是什么呢 是太阳最红啊 毛主席最亲 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此时此刻中国人的生活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武汉这样的城市 在其他的地方啊 有很多人在你视频里面通过视频的方式 在批评政府 在呼喊革命 在所有人都团结起来 要挑战暴政啊 所以我们看到在武汉有方斌先生这样的人 这也是我们的生活 此时此刻 我们的生活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人用这个诗歌的方式 有人用这个流行音乐的方式在呼喊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我们甚至看到有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据说是专门写赞美式的中国的基督徒 一个叫小敏的一个河南的一个女性 写了很多的赞美式 在写这个武汉平安 中国平安 为一个国家 为他的国家呼求平安 为他的这个城市呼求平安 当然我们在北京 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出来去街区 去视察疫情 然后有人在路上呼喊出了习近平万岁啊 这个相信党相信政府 有党在有习大大在 我们一定能战胜瘟疫啊 这就是此时此刻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苦命的中国人 所以凡此种种的这个信息 凡此种种的画面啊 凡此种种的声音 它堆积在一起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用网络流行语 叫做真是让人很无语啊 由此我想起这个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鲁迅说这个面对中国人呢 面对所谓的这个国民性格啊 或者是这个国民性啊 鲁迅说了一句著名的句子啊 就是哀起不信啊 那是怒起不争啊 真的 所以当我们看见那样多的人 生不如死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一个妇女 从高个楼上摔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一个垂垂脑野的 这个孤独的老人 在马路的边上的一棵苍老的树上 悬梁自尽的时候 真的 当我们看见这个 一个孤独的妇女 在阳台上呼喊 她的丈夫已经病入膏肓 她自己也已经感染的 这样的画面的时候 我们真是是哀起不信啊 我们想起去源的诗啊 是吧 哀民生之多间啊 常态 常态喜 一眼替了眼 哀民生之多间 真的 我们心里 不用说 我们心里涌现出一种 深深的怜悯 深深的同情 深深的悲伤 我们为中国人的生活 感到悲哀 为中国人的生活 感到一种巨大的痛心 我们都是人啊 真的 我们都是人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人 为什么这样的人 就活着这么的苦呢 这样的悲苦 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绝望 我们的 这里的人的死亡的方式 为什么是如此的惨灭 真的是哀起不信啊 但是我们又怒气不争啊 就当我们看见 在这样的时候 还有人唱我和我的祖国 当这样 在这样的时候 还有人在 跳这个广场舞 在这样的时候 还有人在呼喊 习近平万岁 在这样的时候 还有人说要相信党 相信政府 我们除了怒气不争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真的 明明这样的一个 蔓延全球的一个灾难 就是习近平一首导演的 就是他搞成的 他耽误了这个 管制这个瘟疫的 最佳的时刻 他三个自信 四个自信 导致中国人 活得是生不如死啊 他才是最大的责任人 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喊他万岁呢 而且一个肉体之人 一个沉重的肉身的人 一个必死之人 怎么能用万岁这样的词语 用在他的身上 一个人怎么可能万岁呢 这个世界上 曾经生活过多少人 有哪一个人万岁过呢 有哪一个人不死过呢 当年我们曾经愚蠢的呼喊 毛泽东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不是一样的死了吗 不是一样的变成一个僵尸了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 还要对着一个习近平 喊习主席万岁呢 这是一个多么愚媚的中国人 这是多么野蛮的中国人 真的 我们除了怒气不争 我们还要说什么呢 此时此刻 此清此景 鲁迅的这两句话 真的是最符合我们的意思 但是鲁迅这样的名言里面 是不是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完了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便携的一个生活 当我们看见苦难的中国人 当我们看见愚昧的中国人 当我们看见这些苦难和愚昧 综合在一起的让人令人很无语的中国人 我们除了哀气不信 我们除了怒气不争 我们还能做一点别的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问题一时 往前推进一步呢 当然了 我们看见我们的方斌先生在呼喊 在反抗 在号召 希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反抗暴政 可是问题是 在这样的时刻 在这样的民情秩序 在这样的不信的中国人 在这样不争的中国人 都在占主流的时候 在我们的民情秩序 还在拍马屁 还在拜偶像的时候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团结起来 去反抗暴政呢 这个方斌先生的这样的呼喊 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这个释放自己愤怒的声音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可以寻找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方斌先生的呼喊 和鲁迅先生的哀气不信了 他怒气不信了 他处在同一个维度 从鲁迅先生到方斌 历史过去了一百多年 中国人没有进步 还是那样 所以我想说 我们能不能够 撑开我们的事业 我们能不能够举目仰望 我们能不能够反思自己 再说一点别的声呢 这是我们想要说的话 我们看见这个 在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是灾难的时候 然而在美国 在总统主持的这个早餐祈祷会上面 川普说出那个令人非常惊讶的句子 他说美国正处在一个信仰重建的时代 亲爱的朋友们 美国在重建他们的信仰 也就是说美国曾经是一个基督信仰 非常昌盛的地方 是一个人人都是基督徒的国家 在这个左倾的自由主义 弥漫美国这些年以来 在奥巴马的八年 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人有一部分人已经远离了基督信仰 美国的大学 美国的教育 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很多人已经在于福音为耻 但是川普上台以后 他做总统这几年 美国开始 兴起一个伟大的运动 这个运动叫做重建他们的信仰 这是个多么了不得的一个现象 川普说出这句话 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声音 你如果真正了解美国的历史 你如果真正了解人类的思想史 你知道重建基督信仰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吗 你如果真的你对圣经的脉络 有一个足够的了解 你知道一个国家重建他们的信仰 它预示着什么吗 真的 美国是一个不断纠错的国家 美国是有真正具有开放式纠错能力的国家 美国真的是一个这个世界上了不起的国家 是的我们承认美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美国真的是一个有纠错能力的国家 但是看我们中国呢 我们中国今天在干什么 我们中国一方面是我们深受这个瘟疫的打击 每个人都生不如死 我们每个人都在哀其不幸的怒其不争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地狱里面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习近平在签署文件 在打压基督教 在拆毁教堂 在烧毁圣经 在燃烧十字架 在毁灭我们的本来就不那么牢靠的信仰 真的 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最悲苦的国家 悲苦的国家 你想想这个中国和美国此时此刻 它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该想一想好吗 无论你是有信仰的还是没有信仰的 无论你是了解什么是圣经 还是不了解什么是圣经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现象 我们至少可以闭上我们的嘴巴 闭上我们的眼睛 安安静静的想一想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强大发展经济如此向好的美国 在重建他们的信仰 而我们中国如此的这个地狱一般的生活 到处都是生不如死的人们 我们还在毁灭我们的信仰 我们还在挑战上帝 这是为什么 这样的水火不相容的一种社会态势 到底预示着什么 真的 由此我想起这个有一句话 马太福音里的话 耶稣说 凡是老苦但重担的人 就到我这里来 我使你们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第一次真正的被圣经打动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当我第一次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起我的人生 我过去所经历的痛苦贫穷 这个屈辱 被人藐视 这个社会地位低下 流浪 漂泊 孤独 以及还有我的家人 分支他来的 一个一个的死亡 我真的理解不了 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呢 真的是四个字 脑苦 愁烦 脑 我们每个人都活得非常的辛苦 真的很辛苦 你看这个肺炎 武汉肺炎还没有散去 还处在高潮时代 现在是最容易感染的时候 但是在那些大城市 已经有太多的人 然后要去工作 因为他们还有欠账 还有房贷 然后他们一天不工作 第二天就没有米下锅 人真是活了心脑 苦 真的非常痛苦 愁 忧愁 烦 烦恼 劳苦 愁烦 但是耶稣说 到他这里去 就让我们得安息 可是有几个人 因为这样的话感动 我是因为这句话 深深的感到 我的生活 我面对着无以复加的 我一个人完全无法承受的 痛苦和忧伤 必须要有一个超越我的力量 来救赎我 这个时候 我听见上帝对我说话 烦恼苦但重的人 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同时我还看见这样的一句话 这个 也是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 也是耶稣说的 他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 你常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砸死 被拆到他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想聚集你的儿女 像母鸡把自己的小鸡 聚集在翅膀下 可是你们不愿意 这是两千年前的 这个一句话呀 记录在马太福音里面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 你这个城市 常常是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砸死 被拆到这里来的人 真的 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子的 杀了多少先知啊 杀了多少传教士 杀了多少基督徒啊 我们今天的王仪牧师 没有任何罪还被关在监狱里面呢 我们今天有多少传道人被被被被关在监狱里面呢 我们今天我们的北京的精明日牧师也还在软禁之中 我们的明天牧师还在这个长达好多年的一种软禁生活状态 我们的教会已经被一个一个拆散 我们的基督徒没有这个地方去聚会啊 真的 今天的北京 今天的武汉 今天的上海 就是那个犯罪的耶路撒冷 就是一个罪恶之城 上帝想拯救我们呢 有人开了一句玩笑啊 说武汉经历这么大的罪啊 你怎么不派一个使者来拯救我们呢 这个有人开玩笑 上帝派人了 派了八个人告诉我们 武汉已经有 非典了 武汉已经有肺炎了 你们要赶紧保护自己 可是我们马上把这八个人就当作囚犯要装起来了呀 我们的李文亮医生就被训诫了呀 真的每个人都沉默 每个人都不敢说话呀 真的是常常杀害我们的先知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要从鲁迅先生的哀起不信的 怒起不争 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 一步又一步的 把我们的问题意识要往前走推进 我们要举目仰望 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 无耻 无利啊 真的 在这样的大灾难的面前 在这样痛苦的生活之中 我们还有什么本事呢 我们除了仰望上帝 我们除了呼求上帝的拯救 我们还得做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呢 谢谢大家